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旅客恐怕没想到加州到了这礼拜还在淹水 许多车辆又成了泡水车 大雨下不停还导致休旅车打滑坠癌 救难员整整花了19分钟才将驾驶救出 在山区古地则是再度上演土石流灾情 空拍镜头直击道路的地基被大水偷空 还有民众目睹道路崩塌的惊险一幕 加州洪水灾情不断主要就是因为12月底开始 风暴和大气河流一波波来袭 许多灾民现在只能靠物资救济 这些人先前因为通膨恶化快付不出水电房租 现在等于雪上加霜 不过加州淹大雪的同时 位在北部的内华达山脉却在降暴雪 部分地区积雪量达三公尺高 道路视线差 驾驶只能被迫渐速慢行 TV新闻纵博导 来看到意大利恶名赵将西西里黑手党的头目 德纳罗逃亡了30年终于落网了 有魔鬼称号的他曾下令暗杀扫黑检察官 还发动爆炸的攻击 这次警方秘密搜捕行动成功 在移送犯人的车辆行进入口时 民众还列队恍惚 大批民众沿途拍手叫好 还有人冒雨围观 拿手机录影 因为意大利头号通气犯 潜逃30年终于落网 他就是现年60岁 有魔鬼之声的西西里黑手党头目 德纳罗 这次没逃过警方的天罗地网 在西西里岛私人医院看病时被逮 但他早就被当局锁定 事实上警方掌握到德纳罗 固定在这间医院接手化疗 收往前一晚就秘密进驻院区 不过会让意大利民众如此痛恨 因为德纳罗下手凶残 暗杀两名扫黑检察官又策划多起炸弹攻击 但此时逮捕到人 一直让警方颜面无光 如今终于束手就勤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马上前往受害检察官纪念悲遣致癌 意大利政府大赞是对犯罪的一大打击 但其实西西里岛并不大 逮捕行动却拖了那么久 也令外界质疑黑帮头头中的老大 会不会乖乖配合检调侦察 DVBS新闻纵不倒 美国以及中国大陆试图缓和 在经济贸易上的紧张关系 美国财长叶伦以及中国大陆副总理刘鹤 周三将展开实体会谈 两人其实已经展开过三次的视讯会议 但是这场会议上将是两人首度 在瑞士苏黎市面对面沟通 去年G20巴以岛会议当中 两国领袖这承诺要改上双方的紧张关系 要求高层展开合作交流 美国财政部表示 叶伦与刘鹤将就经济发展 以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美国国务卿布林克预计会在 今年初访问中国 但叶伦表示正式没有前往 北京访问的计划 叶伦随后将转往非洲访问 不会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而今天是虎年台股 最后一个交易日 开低走低 维持在14900点左右 封关之后1月30号才会开盘 假期长达12天 而这期间包括美国科技股财报州 连准会例会前的风向 都会牵动国际股市表现 分析时认为报股过年变数多 可能要考量持股类型 保守运营 苦年封关日台股没有延续前一天的气势 开低走低 一度失手14900点关卡 今天你看整个盘市就有点开始 胶着量缩震荡 毕竟今天是封关日 那我们休假期间 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台股走势提不起劲 原因之一是封关后 1月30号才开盘 假期长达12天 中间有9个交易日 除了美股财报州进入科技股 1月底2月初 美国联准会例会决定升息幅度 也都牵动台股表现 不少投资人担心变数多 国际市场的交易 我有9个交易日 累积出来的一个涨跌幅 或者是这相关的一些讯息 尤其跟台湾比较明显相关的 这些科技股的状况 这可能就会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我的看法是比较稍微的保守 所以在新增开工 在年假期间是不要暴股过的 我觉得尽量是降低持股 降低到大概六成以下 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是不是要暴股过年 分析师看法相对保留 台股指标 护国神山台积电 虎年从高点一路跌 最低370元 虎以巴收付500元大关 外资看好兔年发展 包括中信投雇 摩根大通 高盛等研究机构 都认为台积电股价落在 550到650元 摩根史丹利 野村证券更认为 有机会挑战新高 在700元左右 美国升息脚步减缓 美元转弱 分析师也看好台币对美元汇率 从10月扁破32元高价 一路升值 兔年有机会回到二字头 TV丁重报道 日本航空自卫队与印度空军 16日开始 在慈城县巴里基地 举行围棋11天英勇战事的演习 日英两国近年加强防务合作 双边地结雇品 与机密情报共享协定 去年9月 在东京举行的 日英2加2会谈中 双方同意尽快举行战机联合演训 这次的演习 是日英首度举行战机联合演训 印度空军的苏凯30MKI也是受次访问日本 被视为具有联手抗中的高度战略意义 苏凯30MKI是俄罗斯研发的战机 中共现在有的战机多半是苏凯30的衍生机种 日英战机的联合演训 也将可以增加日本飞行员与中俄战机战斗的经验值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虎半国印尼传出当地中资的工厂暴动 因为工人们是不满苛刻的待遇 糟糕的工作环境 破坏了厂房 烧车 还有烧宿舍 造成了至少两名工人的死亡 惊动了北京 大陆外交部出面回忆 工厂内一片混乱 叫嚣暴动 这位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岛 一家中资金属冶炼工厂 工人示威要争取改善工作环境 厂房的卫生安全条件 因为曾发生爆炸 但工人缺乏保护装备 抗争变冲突 厂房被纵火 100间工人宿舍被破坏 造成两名工人死亡 分别是中国籍与印尼籍的工人 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为安道场 逮捕至少71人 这是一起由劳资纠纷 引起的个案 事件发生后 中国驻印尼使馆 立即会同印尼有关方面 采取有效措施处置 目前事态已得到控制 中方将继续同印尼方面 保持密切沟通 推动事件得到依法妥善处理 在微博有评论说 资方在中国内剥削惯了 外国人可不吃这套 而北京当局很重视 因为中道的镍矿 过半都来自印尼 项目位于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 矿区内红土型镍矿 以探明453万吨金属镍资源 3.3亿吨镍矿石资源 印尼的苏拉威西岛 千万工业园区也是中印 一带一路的项目 但是除了劳资纠纷 北京当局在南海的主权扩张 也让印尼方面很不满 采取回击行动 TBC的叶主张陈永文 综合报道 尼泊尔学院航空一架 由首都加德满都出发的班机 在飞行20分钟后 坠毁在第二大城 波卡拉的郊区 而机上的72名乘客与机组人员 目前已经确定68人罹难 其余的4名乘客还在搜救当中 不过现在研判生还的机会 是相当渺茫的 而这次试试的班机的机型 是ATR72双引擎螺旋桨的飞机 机龄至少15年 它在全球都有空难的记录 而2015年 台湾复兴航空台北非精美的客机 坠毁基隆河的意外 机型也同样是ATR72 而专家则研判尼泊尔航班 很有可能是失速坠机 与复兴航空的意外很相似 尼泊尔周日发生飞机实施意外 全人航空一架由首都加德满都出发的班机 在飞行20分钟后 被民众目击机身侧向一边 不久后坠毁于第二大城 波卡拉的郊区 机上搭载了68名乘客和4名机组员 尼泊尔官方证实68个人已经罹难 这是当地30年来最严重的空岸 由于飞机坠毁于峡谷之中 救援十分困难 救难人员得滑下300公尺深的峡谷 再将遗体用吊绳拉上地面 当地民众也加入救援 死亡乘客 大多是尼泊尔人 其余十多名为印度 俄罗斯 南韩和澳洲乘客 尼泊尔政府宣布周一为国丧日 总理达哈尔也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空难发生后 周一雪人航空取消所有的班机 离难乘客遗体将送往加德满都 让亲人领回 许多家属在波卡拉的医院 等待亲人的消息 搜救单位透露 乘客生还的机会渺茫 目前正在搜寻最后四名乘客 尼泊尔政府也组成了五人调查小组 他们将在一个半月后公布调查报告 尼泊尔是高山地形 加上气候变化快速 飞机起降难度高 较容易发生空难意外 平均每两年就会有一起事故 最近一起发生在去年五月 一架搭载22人的班机 起飞后不久坠毁 机上乘客全数罹难 这次试试班机的机型是ATR-72 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机零至少15年 是由欧洲空中巴士和意大利航派公司 里奥纳多合资制造 生产超过1000架 ATR-72在全球都有空难记录 包括2015年2月台湾复兴航空 一架ATR-72机型客机 从台北飞往金门 因为引擎故障坠毁于基隆河 造成43人死亡 美国飞航专家 根据这一次尼泊尔失事班机的影片 判断是失速导致坠机 与复兴航空的意外类似 尼泊尔失事班机的黑盒子巡货后 才能厘清意外是否与飞机故障有关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南韩机管厅最近公布调查报告显示 目前有98.6%的南韩人拥有新冠抗体 南韩防疫的当局也宣布 16日会宣布 第七波的大流行高峰已经过去了 而17日就会与专家召快会议 讨论解除室内口罩令 来解除这个相关的事宜 那过年能否全面脱罩也引发关注 往年都能吸引百万人潮到访 被誉为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的 南韩江源道尊于庆典 时隔三年盛大登场 长达将近两公里的划穿冰面 万头传洞封冰调 江源道政府这一回准备 一百七十一顿 多达七十万只山女尊 让民众掉得过瘾 现场还举行抓鱼大赛 挑战者顶着零下低温参战 真相把肥美尊鱼带回家 为了维持冰面人群安全 主办单位还派出四个救难小组待命 每天固定测量冰层厚度 维持超过三十公分 江源道是南韩冬季最快结出 厚实冰面的地区 上周末新一波寒流来袭 还降下破纪录暴雪 交警在大雪当中坚守岗位 协助车辆通行 出雪车紧急出洞喷洒溶水计 但还是有十多辆汽车卡在半路 动弹不得 当地民众无奈扫门浅雪 但怎么样就是清理不完 迷失岭一带积雪超过六十公分 持续发布大雪特报 海流发威首尔市都心 十六号早上体感也一口气掉到十度以下 所幸农历年前夕 南韩地气波大流行总算趋缓 过去一周确诊规模降至三十万例 降幅达到百分之二十七 重症病例数也降到五百例以下 南韩防疫当局十六号宣布 流行高峰期已过 疫情已经进入平稳阶段 至于境外移入病例 仍有半数还是自中国大陆入境者 不过陆克入境确诊率已经大幅降低 连续三天维持不超过百分之十 境内风险大幅降低 南韩十七号将讨论解除室内口罩令事宜 最快过年有望全面脱罩 时隔三个月南韩官方也再次公开调查数据 如今已经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南韩人 拥有新冠抗体 当中七成都是透过自然感染产生 其余为接种疫苗获得 今年将是三年来第一个没有社交距离的农历年 南韩人聚会出游见面将不再受到限制 南韩防疫当局严正以待 除了成立道府诊疗医疗机动队 房间五千八百多间一站式新冠门诊 也将照常营业维持医疗量能 疫情循环 既游戏产业龙头热线之后 卡卡오 SK集团等南韩大企业 也拍板取消居家办公政策 南韩上班族回归职场 需要时间适应 最有感的是过年送礼文化卷土重来 环保意识抬头加上高物价时代来临 今年南韩新年礼盒 清一色主打环保和CP值 韩牛礼盒改用可重复利用的 保冰带成装 水果礼盒全用可回收纸类包装 5万元以下折合新台币1300块钱的中低价位礼盒种类明显变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Focus世界新闻防疫第一线 现在视讯访问的是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子仁 洪理事长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咱请教您的是大陆在一周前取消入境后的全PCR和集中隔离 全球都严正以待 台湾方面是针对自大陆来台的旅客采取入境唾液筛检措施 根据指挥中心的最新数据阳性率有逐步下降 目前只有8.2% 想请教您怎么解读这个数字 另外台大工卫学院的教授陈秀希也建议 入境实施抗体加抗原的检测 有效分流并减轻机场检验的量能 同时也可以减轻医疗照护的负担 想请教您怎么看呢 好的我想防疫是凭科学与证据不是凭感觉 我们从最近从大陆入境我们台湾的四个航点 以及小三通的数据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最近的这个阳性率 PCR阳性率已经降到9左右的一个数字 那这跟在1月份的初期我们所看到的百分比大概在20%上下 那从这个PCR阳性率 事实上我们之前就是在提到说 我们对大陆入境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众做所谓PCR的阳性率的检测的 主要目的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阳性率的高低 去判断以及推测大陆疫情可能的一个变化 那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清楚的也是在告诉我们是说 大陆的疫情事实上是从去年的11月初 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从各个城市开始蔓延 那相从分走 那目前来讲从11月份到现在 可以看得到大陆的疫情事实上 从我们的这个PCR的阳性率就可以去推论说 他们的这个第一波的疫情应该在去年的12月份 以及今年1月初应该陆续得到 获得一个高点以后也在慢慢趋势向下 因此反映在路径的这些台胞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PCR的阳性率也是在下降当中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推测大陆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确实在11 12月的时候 可以说是整个确诊的一个高峰值 但是在今年1月份以后 这个峰值就慢慢往下 那也反映在台胞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的PCR的 这个阳性率下降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也是从这样的一个阳性的一个检测当中 另外我们也要做基因的定序 那从目前基因定序看起来 事实上在这些确诊者的身上 所看到的主要的变异株 主要还是集中在VF7 以及VA.5等这些主流的变异株上 并没有其他的新的一个变异株的出现 我想透过这样一个检测 也让我们台湾的民众能够比较安心 那不会因为大陆疫情的爆发 而影响到我们台湾本土的一个疫情 那当然呢 陈秀希老师所提的所谓的抗体的这个快筛的这个部分来讲 主要是在国外有些机构运用 就是说他透过这个抗体快筛去检测 你是否已经曾经得过这个 这个COVID-19而且已经康复了 那他意思就是说透过抗体快筛 可以就是说有效的分流 这个受监 这个病就是说进入我们台湾的民众 是不是他是已经是确诊 已经确诊后的康复 或者正在发病当中 当然目前来讲 我们台湾还是采用我们自己目前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用PCR的一个检测 去检测就路径的 从大陆回来的居民 看看他是否有阳性的这样一个反应 那当然秀希老师的这样一个做法 是值得我们参考 但是目前我们台湾是并没有使用这样一个方法的 好的可以看到呢 国内第三波疫情比先前预测的还要更早到 而指挥官王毕甚至表示 第三波疫情看起来是比较小的波段 呈现快上快下 可以让大家稍稍的松一口气了 不过指挥中心也推估春节过后的一周 会马上回谈 想请教您的是 过年期间防疫要怎么做才最到位呢 是 好的 我想我首先要提出来 就是说要请我们的民众 就是先安心 安心安心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来讲的话 我们从今年的到 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 我们的整个Omicron的一个疫情 从去年4月到现在 大概已经走完10个月的时间 这10个月的时间 我大致上把它分成有三个波 三个波段的进行 第一波段就是从 去年的4月份到8月20号 落底的这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阶段是从8月20号 到去年的12月2号左右 那第三波段就是去年的12月2号 到现在 这三个波段里面 第一个来讲 我们看到一个波段比一个波段的确诊人数 其实是在减少 第一个波段从4月初到8月20号的确诊总数 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那到了第二个波段 从8月20号到12月初 大概是300万的确诊人数 那从去年的12月2号到目前为止的确诊总数 大概在100万 所以加起来的话 就是大概922万 是这样一个数字 另外第二个特征是说 这三个波段还有第二个特征 就是一波比一波的高点的确诊人数 在不断减少 第一个波段的高点 是在去年的5月27号94808 到了第二个波段的高点 是10月5号 只有54874 到了今年的第三波段的高点 就是在今年的1月4号 是只有33300人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高点一波比一波低 确诊人数一波比一波低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推估 即使在过年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南来北往的关系 因为秋冬季节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过年期间 我们群聚的机会 聚餐的机会大为增加了关系 可能会在年后 会有一小波的疫情会上来 但是我认为 就算有一小波的疫情上来 基本上也不会高于前三波的 这个确诊总数量 所以民众在这个过年期间 你只要把你自己的疫苗护照看好 你只要把你的口罩 在人潮拥挤的地方把它戴好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安心的 过一个新年 不用为了疫情而过度的担心 说到口罩 日本的地趴坡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14日它全境通报 新增了503起死亡个案 更是疫情爆发以来 首度单日突破500例死亡 但是现在日本 却也是准备在接下来的春季时 开放室内不需要戴口罩 李市长您怎么解读这个新政策呢 而且特别是在台湾 指挥官王毕胜昨天也说 国内春节后有可能进一步放松口罩禁令 是出自于什么考量 是的 好的 我想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CDC在这个时间点 考虑在过完年后 要放松户内室内的口罩禁 这个就是延续我上一题所提到的 就是说因为目前整个我们台湾地区来讲 已经有超过922万人 已经登记确诊 就是得到一个自然的一个疫苗的一个 得到一个自然的一个保护力 再加上我们接种3剂完整疫苗以上的民众 有占75%以上 那换言之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 已经有一套 有一个防护墙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即使之后我们有新的变异株 可能也是从VA5的亚变异株 或VA2的亚变异株的出现 但是因为我们的有超过922万的民众 已经有感染过了 而且我们都已经75%的人打完 三剂完整疫苗 再加上目前我们只要确诊 我们有很完整的通报流程 我们有非常充足的抗病毒药物 以及我们医疗机构的 这个专责病房的数量 也是充分且足够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在第三第四波的疫情 就算有再回来 但是我们认为第一个 它的确诊的人数 也不会再大幅的增加 第二个 它的这个致病性 也不会再大幅增加的 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条件 可以在过年之后 来放松所谓的 这个室内的口罩力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很强大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社区的 免疫防护墙的一个建立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为什么 可以再继续往下面走 去放宽所谓的 户内口罩力的原因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新冠疫情 是不是要降级 这个也都是在过完年后 可以去接下来去讨论 而且去执行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事实上日本来讲 整个日本来讲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这个Omicron的疫情 已经造成日本 3000多万人的感染 那目前的死亡人数 大概6万多人 但是这6万多人里面 有一万人 都是在过去 这一个月的时间发生的 那这主要的原因是说 因为日本在 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们的主要的 被感染的对象 从之前的中壮年 转成是 长者感染的人数在增加 长照机构感染的人数在增加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再加上日本事实上 他们在去年改变了 通报的定义 就是说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通报 就是采定点通报 跟定期通报 没有像过去一样 收集那么完整的通报 病例数 因此所谓的 黑数的话 也会大幅的增加 那黑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之下 相对你就会觉得 他的死亡人数的比例 是特别的高 那这也是反映 你就是说 这段时间在日本 事实上高龄长者的 这个感染率提升的因素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们统计日本的死亡的个案里面 有97% 97% 都是60岁以上的长者 所以这个也反映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 日本的这样一个流行的 一个状况是如此 也因此说 日本政府也看到了 这样一个情形 他们觉得是说 第一个 他们的感染的人数 已经到达一定的比例 再加上接种疫苗的民众 也到达一定的比例 那他们认为是疫情 在一个可控的状态之下 所以他们有打算在近日 也要松绑所谓户内的口罩令 不过我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我们台湾 即使政府松绑了 所谓的户内的口罩令 我觉得我们民众 如果你自己 就是说会担心 或者是说 觉得要戴上口罩 你会比较安心 那我觉得 我们在户外口罩令的部分 是没有强 在户内跟 这个所谓的 室外的口罩令 慢慢会解除 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归你自己 要对自己的健康做监测 对你自己的风险做评估 需不需要戴口罩 你要由自己来判断 那我想这也是后疫情时代 我常强调的 就是防疫的责任 慢慢要由政府 转移到民众自身的身上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洪理事长专业 还有详细的分析 谢谢您 好 谢谢主播跟各位观众 好了 接下来看到的就是迎接春节 连假就快要来了 而且这次连假是有10天 但是万一我们在假期期间确诊 没有诊所医生帮忙 实际看诊该怎么办呢 指挥中心就表示 已经设立了春节防疫专区 不论是看诊 拿药 打疫苗 都可以上去查 这边版的全民共享特别条例 今天送到立院来审查 而攸关什么时候能够发现金 再也立委当然不能够轻易放过 只是公党立委就发现了 预算涉及许多部会 但不少的部会 连张纸的报告都没有 就想来到立院闯关 质疑根本是想要 空白授权 这是把锅甩回给在野党立委吗 但要审查前 这件事让国民党立委更火大了 为什么我们这些委员会觉得是说 你今天根本就空白授权啊 点名三个部会 一张纸都不愿交差 就要立法院给他过关 这个条例不客气的说啊 就是苏贞昌隔魁保卫站的条例 如果老柯跟行政院 柯建民跟行政院顺从名利 当然可以在年底发啊 仅要执政党不快给民众钱 让大家好过年 有立委更揪出裁员问题 这一个举借在财务来支援 应该可以删除嘛 是不是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有这一条的规定 是说怕万一有什么其他重要的 你看就是这个怕 在野党对财经部会没有在客气 让部长们登场前 先跟民进党立委们开启 小会议沙盘推演 朝野都说对方无理 但民众恐怕更关心的 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审完拿到现金 TVB新闻中江南流域局 伟家协生机小组台北随风报道 台铁产工抗议 去年底说好的2000元流财津贴 却排除了1138名营运人员 要求应该要一体试用 更痛批低性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交换部长王国财认为 要等到明年公司化营运有好结果 再来谈第二波加薪 不满去年底台铁才承诺 给2000元流财津贴 却把1138名营运人员和参旅车勤员工 排除在外 流财津贴居然可以排除我们最低薪的员工 我们认为这是王国财 对于改善低薪流财承诺的严重票票 以台铁营运人员来说 刚入行新点160的服务着力 月薪24000元 去年调薪变3040元 但只是占之新点180 等于要真正调整薪级 需要六年后 还被排除在流财津贴条件外 我可以靠着调薪 足以养家活口 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 台铁的调薪制度是如此的不堪 这真的是 每个月你实力 就是未打三万两万多 营运人员的部分 我们现在正在研议配套的措施 正在报行政院来核定 运人公司成立以后 营运有好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第二波 低线问题 国营事业也带头抗议 尽管政府年年调整基本工资 六年来涨幅26% 2021年以基本薪资投保劳工 比2016年增加39万人 但劳工经常性薪资只成长7.6% 没有明显带动薪水调涨 产业的一个结构形成一个M型化 可能科技业跟金融业这边 持续是比较高型 而且加薪机会比较多 而这种所谓的这个 内需型产业的这个服务型 产业这边其实都是比较 低薪的一个这个状况 那即使有薪资的变动 可能都是以非经常薪资的奖金为主 专家分析雇主考量调整经常性薪资 可能增加保险退休金等等人士成本 导致很难有挑衅机会 TVB新闻 中文的黄金盈TVB报道 阿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周年 美国和英国都表示会持续声援乌克兰 美国国务院表示 副国务卿选曼16日率代表团访论基辅 将和乌克兰总红泽恩斯基会面 向他保证华府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承诺 商业提高乌克兰安全援助 改善乌克兰经济 以及和美国发展持久双边贸易关系的方法 而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将在17日 展开美加访问行程 他先前发表声明表示 英国和盟友将会团结一致 反对普京的非法战争 将持续确保乌克兰人民最终获得胜利 欢迎回来 世界最大出版公司之一 哈普克林斯出版社16日宣布 他会与前英国首相强生签约 强生将会撰写一本 关于他在首相官邸经历的回忆录 强生在日期间经历了英国偷欧 新冠大流行派对门事件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出版社表示 过去十年强生在英国政治扮演核心角色 这本回忆录绝对是独一无二 关于书名和出版日期还没有定案 结束费用也暂时不透露 专家分析考量到强生在国际的知名度 很有可能会受到七位数的酬劳 每年十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空污计 让中南部的民众都非常头痛 而台湾的PM2.5标准是每立方公尺15微克 这个空气品质标准已经多年来没有调整 不过世卫组织在2021年就已经将空品标准的指引下修到5微克 难得在空污计看到一点蓝天 居民赶紧拍下来因为实属难得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的空污计 其实大部分是这样肉眼可见的雾茫茫 中南部居民深受其害 以高雄大林谱来说 常年被工业区包围 现在中游又规划要新建 洲际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也就是七街 居民不懂千村案都还没谈好完成 竟然还要再盖 像你一瓶换一瓶 或是你安签费多少钱 你一一的抢清楚 我是就这样的话 让居民去思考 而不是说用一些划条来绑 绑这个千村案 而这个对整个大林谱 以及后米特的沿海居民 是一个很不公平的 其实在 你60年代 这边的居民就去牺牲 他自己的田野 自己的土地 让国家去发展 这些经济 所以在民国60年代 去年代 整个台湾的经济起位 然后后来又 你又把这个村庄要赶走 那是不是应该 好好的去散掉这些 现在根据空气品质监测 环保署会发布空污预警 有需要时 台电会进行降载减排 而环保团体认为 改善空污要从电厂着手 煤这是最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怎么在冬天 再减少燃煤的发电 第二点 我们怎么减少用电的需求 如果在空污气的时候 台电 它的电价能够适当的调整 不就是有下电电价 冬天空污气要空污气的电价 如果你增加电价的话 会给这些高耗能的电厂给它压力 政府应该要积极的去淘汰 燃煤电厂 像台中的火力发电厂 我们在地的环境团体就要求 要在2029年之前 一定要淘汰所有的燃煤电厂 因为它对台中地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源 但是政府现在 把燃煤电厂淘汰的过程 是大量的去新建天然气的 天然气的发电厂 这不能讲完全不对 但是也需要设立 天然气发电厂的退厂机制 因为暖化 暖化也会造成空污更严重的状况 空污来源除了像是工业区 这样的固定污染源 还有移动污染源 以高雄移动污染源来说 占整体空污排放量三分之一 其中柴油车占了9.5% 高手每天平均有 三万五千辆大型柴油车 爬爬噪 定期检查那个部分 我们现在有协调出来了 就是我们会 以目前 刚刚所说的就是 蓝茶如果你是超过标准 那超过标准我们会要求 就是你必须要 连续定检两年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来进行后面 这一些应该说高氮车辆的 一个定期检查的工作 而台湾在空瓶的要求上 恐怕也太低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品质指引 在2021年时 已经将PM2.5标准 下修为每立方公尺5维克 但台湾已经多年来都是15维克 连地广人吸的美国标准都是12维克 比台湾严格 它吸到你的肺部之后 它首先就会在肺部引起问题 所以肺部的相关的呼吸道问题 像气喘 肺阻塞 肺炎 甚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姿色变的肺癌 都跟这个空气污染有关 那空气污染接下来 就从肺部穿越肺泡 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 所以心血管系统也是头号受害者 所以很多心血管疾病 甚至脑血管疾病 都跟这个空气污染有关 空污还不止残害你 还残害你的下一代 所以很多人吸了空气污染之后 假如你是怀孕的妈妈 可能你就会增加流产早产的机会 空污对身体危害的研究越来越多 政府必须有更积极作为 别让空污也成了台湾少子化人口的帮凶之一 今年7月开始环保署新政策上路 全台旅游业者将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备品 民众反应两极 由五星级饭店集团 2018年开始就落实相关理念 超飞者如果临时有购买备品需求 业者更会把收入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五星级饭店不提供丢弃式备品 还好民众有备而来 我们饭店这边的话 响应政府的环保政策 所以一次性的备品 我们现在是没有主动提供的 那请问我们这次过来入住 有带到自己的关系拥具吗 有 我们也自己准备 好 没有问题 那如果临时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再请房屋团人帮你送上去 checking完毕 拉着行李准备入住 进到房间把准备好的牙刷牙膏 刮虎刀拿出来 放在洗手台旁 自带盖洗用具 对民众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 其实你就已经要准备很多东西了 那其实也不擦牙膏牙刷 洗手台下这个原本摆放备品的抽屉 留了一张字条 宣达饭店对环保的理念 来到大厅也有一面永续住 与消费者沟通 如何一起为环保尽奋行李 这样的图表来告诉大家 我们自己准备脱鞋或是牙刷 这样的备品 可以一起来做检探 入住星级饭店 一般消费者对硬体有一定要求 但饭店集团对永续议题的重视 如何在服务顾客上取得平衡 事大在问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都是很小心的 从小规模开始试做 因为毕竟服务业也很担心客人的反应 那后来发现说 其实客人在环保意识上面 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前进 渐进式的与顾客沟通 集团旗下饭店客房一次性的宝特瓶 改用玻璃瓶装水取代 西法沐浴被瓶也改用大瓶装 减少塑胶用量 成果出乎意料 不提供瓶装水以后 我们从一年要去买33万瓶的瓶装水 到现在一年只需要买1万瓶 所以一家酒店一年省下32万瓶 根据统计旅书业者每年提供的一次性灌洗用品 超过3500万份 饭店响应永续议题 云朗观光集团2018年开始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备品 台北凯达大饭店也加入环保行列 推广使用不含一次性备品专案 每方再送一杯精品咖啡 期待能改变大众的消费模式 饭店不提供一次性备品 未来将会成为普遍现象 环保署针对旅速业者提供牙刷 纸拖鞋等一次性备品加以限制 今年七月开始不能主动提供 预计会有1.4万家业者受到影响 而实施效益方面 每年预计会减少2000到3000吨 一次性备品的用量 第一阶段七月开始 业者不主动提供一次用旅速用品 第二阶段则规定 应提供旅客价差优惠 或标示价格供旅客选购 限制的用品包含三大类 小于180毫升 且一次性包装的 液态灌洗及保养用品 个人卫生用品 以及一次用拖鞋 以前的话常出去旅游 然后房间都会提供很多备品 那些备品可能我们退房的时候 就会顺便把它拿走 那99只全部都堆积在家里面 那其实也不太会用到它们 对环保议题的重视 已经是全球趋势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将2017年定为永续旅游发展年 永续旅游强调的不只是对环境的爱护 而是生态环境 社会文化与地方经济的三方平衡 疫情之后旅游大爆发 旅游服务平台针对欧美 印度日本等11个市场 共11万名消费者做的调查发现 高达90%的消费者在旅行时 倾向挑选永续选项 数月支付平台的调查也显示 89%民众旅游时在意环保有序 如果回到ESG或许会去看过这个业者 他赚了100块 那有多少钱是留在当地的 然后是会对在地是有回馈有益素的 我们在意大利的饭店 还办过环保的路跑 那包括我们自己在日月潭的饭店 其实我们从上个月开始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事情 叫做负碳台的住房 旅游品质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兼顾 永续旅行的方式很多种 玩乐当中 我们能更认识自己和环境的关系 TVBS新闻 林龙世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